這個時間點齁 不過我覺得今天很老是剛好沒有太陽沒有很大 然後又沒有下雨 我剛才來 我好怕下大雨 我也好怕下大雨 結果我發現還好他還沒下雨 可是不用擔心 因為有晴天娃娃 今天有很多晴天娃娃 只有你一個人來會啊 他跟自己的人來會 跟自己這部分人沒辦法 你會靠自己也來 你會靠自己也來 你會靠你聽他 來 先 對 我就說良心這樣不要剪掉 我看的是阿柴的 你看阿柴帶了不同的粉質 我覺得就是說 因為你帶不同的粉質 有時候你想要做什麼也就做什麼 這樣會還蠻不錯 像阿柴這樣不錯 然後他這個是那個 就聖劑皮紙的 真好玩 經濟糖喔 這是老師之前買的那一款 對對對 這一本六十塊而已 這麼說 三四十塊 那時候買的時候三四十塊 現在漲價 真的嗎 那時候很便宜 那時候很便宜 不是阿那時候我們買一箱阿 對阿那時候買一箱阿 對阿那時候買一箱阿 一本六十阿 你買一箱一本會幾十幾塊 可能要買一大箱 那時候老師買多少阿 對阿因為我買了一大箱 一大箱 對阿 然後同學每個人都去要一本 你看他這邊是寫多少錢 49 49 49 這這本蠻好用的 而且當然他比較暈不開 但是我覺得效果是有 那你如果再加那個白色顏料 或者是我們講的原來皮的話 會超好看的 看金筆 看金筆 看金筆也OK 阿像這個 我就說齁 你只要畫一個就好 畫一個這個就可以了 或者是沾乾一個東西 像這個就比較全景 所以我們在寫生的時候 我是覺得不太像這樣就好了 你不一定要每一張都畫到很滿 因為這樣子的話 可能你會畫每幾張就結束了 那我們沿路走過來 邊走邊畫 這樣比較輕鬆 阿才這個做的 而且其實他畫得好完整 每一張都畫得好完整 對 好好看 我本來想說 你們有一些畫一點線稿就好了 好 就這樣 我也很想畫線稿阿 欸那個蜂蜜 還是我自己幫他架 結果人家叫林蜂蜜 我少了你 沒關係啦 對 就是 你不講我都不知道 然後我們看一下 那個玉米 玉米他也都畫小井而已 好啊 欸像石田凍他只畫柱子 也可以 就畫柱子就好 然後 旁邊這個 咖啡廳的那個 植栽 它植栽也可以阿 就是說你不一定要畫全部 然後那個 欸這個 雜貨的 雜貨的東西 藍芝阿 玉米阿 像這個就好 那 我覺得那個 玉米這邊 你這個可以不要上色沒關係 只要上這個蜂蜜就好 就說你不見得全部都要上 你畫完之後 你上一點點主要的東西就好 不一定非得全部都做 好不好 好 讚喔 也像這樣啊 這個是 這個是櫃移的 櫃移的 這樣也可以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 我還是會建議要簽名阿 簽到這個邊邊 如果你畫一個東西 你就簽在這個東西的下面就好 你不要簽在這裡喔 如果畫一個東西就簽在這裡 那你同時間可以畫很多東西 那就寫 日期 人民 日期人民 在這裡就好 我覺得這樣就 這樣就很棒了 我覺得你不要花太多 像這樣 有個人在犧牲 在不犧牲 在不犧牲 這誰 他在喝茶 他在喝茶 類似像這樣 好 這樣就已經非常好了 所以我是建議說 有時候你畫這樣都蠻輕鬆的 就可以了 好 然後 我畫過好多 我這邊沒有 好 這個 有沒有 就南北雜貨這樣子 就這樣就夠了 我就這樣就 然後 然後 有時候你帶這麼小一盆 還有時候大盆一點 那你可以交錯畫 如果你有時間 你就畫大的 沒時間就畫小的 有沒有 那像剛剛我們在那邊 有些同學來的比較早 五分鐘你也可以畫一張 但是不用上色 沒有關係 位於這個 他這個就畫蠻多 譬如說 上面的那個頭 畫一個上面的頭 或者是畫一棟就好 不過我還是建議資料寫完 好複雜 我不想寫 哈哈哈哈 但是 因為 因為他是一個 他後面還寫一個什麼葛馬蘭 還是什麼 真的喔 對啊 寫一下會很棒 寫一半就 寫一半就放棄 對啊 我盡量寫吧 我就覺得 這個還好 五張 讚 第一盤 搭標 不是 五張不只搭標了 超標 哈哈 而且他比較晚來喔 對 而且他比較晚來 對 他如果 對 你也晚來嗎 你也晚來嗎 他很早 他很早 九點以前就到了 就坐在那邊花點 然後這個是那個 家珍的嗎 我昨天晚上就睡這裡 哈哈 啊你有付 你有付那個嗎 第一錢 付錢 租金 來我從家珍第一張 那個 信稿而已 好 第一張切口就夠了 就是說 像這樣 我是覺得這樣就可以了啦 這麼小粉 你可以畫跨夜 你可以畫單單一個 這樣會比較 變化度會比較大 你如果畫跨夜 上次有提供說 你最好買那個 沒有線圈的啦 像這樣 像這樣 對對對 像這樣比較好 又可以畫跨夜 只畫兩分鐘 看到一個小店面還不錯 因為他還沒開業 對不對 他還沒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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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走到這邊 他那個賣那個什麼 那個 雞蛋糕那個已經開了 就可以畫了 這樣就可以了 真的 我跟你講同學這樣就好 兩分鐘畫一個東西就好 然後 就一頁 那你再翻頁 哦 越來越完整了 哦 你看 好漂亮 這個 這個就很完整了啦 顏色啊 什麼都有 然後字 還是建議跟我同學寫一些字 當一個紀錄 因為這個是有點像在紀錄的感覺 再往前走 欸 哦 有 他連那個字要寫他耶 好厲害 對 各位同學 學一下本店寫字會很有味道 這樣就會變得更完整 那 你可以紀錄 因為他這個字寫出來 他其實 相當有一些是 那個當代的感覺 那因為每個時代字會不一樣 像這個字樣就看 應該就比較當現在的字啊 跟以前的字不太一樣 那你把這個字寫出來 那你把這個字寫出來 就是他的 像店名 店名的招牌的感覺 那這樣就超完整的 你看這樣子 有沒有 一個東西再加一個 這樣就夠了 少了一個銅鑼燒啊 對啊 哈哈 最終啊 他們哥 他銅鑼燒真的是太貴了 他的東西都貴 他的東西都貴 這麼小一個六十塊 最終也很貴啊 對啊 很貴 現在都很貴 應該再畫一個 是不是也在這裡 他以前在南京西路沒有 真的喔 他這很誇張耶 他放在這裡好貴 這樣 有沒有 一個小東西就好 一個小東西 大概 花不了十分鐘 你就可以搞搞定了 再來 你看 再更完整 那個蝦海城華廟的 頭這裡 廟頭 對 因為那個 我們那個頭不好畫 因為他就是很多的 龍啊 對 還有剪面啊 就是這樣子 好鮮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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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哇好強喔 超標 對 做做那個廟的那個 八家將 神將 就是那個 關將手 那個叫什麼 就是廟會 廟會的 七爺八爺 那些 繡抓 對 繡抓 其實 他很多小東西都可以畫 你不一定要畫建築物 好 就是說 我們到每個地方 除了一個主要建築物之外 其他很多東西 你都可以露景 這樣你畫起來就很輕鬆 好 就是不要先說 好難 你就畫不出來 很多小東西都可以做 這個是很棒的 好 讚 來 這個 明朗的 這個是 新日派的 好 你看喔 那這個主要的到這邊 全部都不畫 這樣就好了 嘿 你不要全部都畫完 你全部畫完 你 你看我們三個鐘頭 當然只能畫兩張而已 這樣就夠了 好 就是我們每三四十分鐘 走一 亂走一 亂一直走一 這樣就好 來這個 這個當然就只有畫現稿 好 暫時的畫一點現稿就好 如果沒有時間畫一點現稿 好 再完整一點 好 這樣主要的這邊去掉 齁 就是我們要的就是這種感覺而已 所以你們盡量就是這樣畫就好 簡單就好 好不好 好 三張達標 哈哈哈 我們都有達標了 對 這個 這個是那個 銀春的齁 銀春 欸銀春不是四張嗎 是 銀春節啦 銀春節 對 還有一張 還有一張咧 不會啦不會 就是這樣子 現稿就好了 十連洞這裡 好 算畫的蠻細膩的 連磚頭都有做 然後到那個 欸 後部均勒這邊 這個也是蠻完整的齁 然後再到 再前面一點點 欸這個 這個 十連洞的一個角落 就是這樣子齁 所以 大家就是盡量畫就好了 好不好 好 再來 再來 然後這個是 我的 我們從 欸 海北橋橋 這邊 十連洞這邊 是不是 欸這邊 十連洞這邊一個 花盆 有沒有這樣就可以了 這條線其實可以挺好畫 就是這樣就好了 其他部分很好 然後 然後 喔 讚讚讚 是 是 一個交通工具就好 因為他這個 滑身 對 因為很好玩 他就 他板色很漂亮 對 所以 隨便一個角落 我覺得都 你都可以取景 這是很不錯的齁 然後 欸 這裡是聖龍行 他就畫了兩張齁 就這樣子 就是一個木頭 然後再加他的玉米 就這樣子 喔 很好喔 然後 你不用全部都上色 膠點是這裡 上這裡就好 這邊都不上色 都無所謂 這樣就簡單了嘛 對不對 你就不要一直想要說 我要畫得很完整 記得我們不需要畫很完整齁 因為我們就是在紀錄而已 這樣你會畫得比較輕鬆 還有一張 下面還有一張 還有一張齁 再來齁 你看 齁 這 等一下 那個臨化露帶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比較本期齁 一樣 上色只要上這一圈就好 其他都不要上色 或者是你後面都塗黑白就好 也行 都是 齁 就是你主要的畫彩色就好 其他 同一個顏色畫過去就簡單了 這樣子 你就會很好做 齁 你四十三四十分 一定可以畫完一張 才打無敵 然後 前面這邊 這個線條粗一點點 其他都細的 是不是這樣 是 齁 OK齁 好 台北橋頭 台北橋頭 哇你台北橋頭怎麼畫 哈哈 出發點啊 出發點啊 啊你終點不是這麼畫 我不會畫 我幾張啊 你不是起點終點 超標 超標 我五張超標 而且我有四張上色 算高標 高標高標 你本來只有四張 就因為答應你要畫五張 沒關系啦 盡量盡量盡量 這是答應你報十張 還有一張 你啊 還有一張 細龍 細龍 細龍也是高產出齁 細龍你是比較晚來嗎 對 那你上高標了 哈哈 你這麼晚來畫這麼多 這個 有桶 不錯喔 單單一個就好 細龍的線條很漂亮 大家看一下 這樣子的感覺 老阿伯的 老阿伯的 我這邊 我這個都很棒喔 我這個線條都很棒 我覺得這樣 我就就是 不一定要全部上色啦 然後這個 把所有的人都畫在一起 欸其實後面還有一張欸 哈哈 這有五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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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個可以畫小粉的啦 不要用這麼大粉的畫 所以你們可以準備一個小粉的 小粉就畫這個 大粉就畫那個 啊像這樣子集合起來也很好 我就有一個棒棒的感覺 欸對這個字寫的很好喔 嗯 什麼什麼 原性啊 原性大稻草 欸這個寫的很好喔 這個這個 這個非常的好看 對 哇 哇你看 就是人物級 哈哈 人物級 還有騎車啊 全部 對還有騎車 就是 小物件 全部畫在一起 也會很有感覺 對不對 所以 發揮大家的想像力喔 沒有說一定要怎麼樣 喔 都不然也出現了 都不然也出現 哇這頂標啊 對啊 對啊這頂標 哇哇哇哇 Kennie的競爭手出現 哇 輸一輸一輸一 對啊 還可以輸一輸一輸一 輸一輸一 你輸了喔 輸一輸 因為他時間比較短 哈哈哈 輸一輸一輸 輸一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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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的 樂畫冠軍 哈哈 好厲害 助寫冠軍 我真是助寫 厲害厲害 那你手上那張彩色的是什麼 這個是 喔 Grace的齁 喔Grace很厲害耶 很完整 欸 非常完整 十連洞 在哪裡 在後面 我們從十連洞開始看 他畫很多耶 可是我都不知道要用趨勢 欸 這裡 磁連洞這個 喔 正面的一點透視 這張畫得很好喔 這張畫得很好 然後 再來 欸 枝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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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好複雜 哈哈哈 很好很好 對啊 畫得很好 就是畫頭這邊就好 而且他是 對啊 我看了好多東西都這樣子的話 下次可以帶行軍 風軍緊承場 哈哈哈哈 躺著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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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畫 畫好畫 等一下帶一個用人來 陳思維就要用人或畫 帶一個書筒啊 帶一個書筒啊 帶一個書筒 對 對 你累了嗎 還要敷一個冰冰的 對 你看這個也畫得很好 好雜物啊 整個的感覺 好是很不錯的喔 然後東西也畫得很完整齁 喔 廟頭 那個廟頭 那個屋簷這裡 好厲害 對 過一天畫下面的話 上面就已經很棒了 類似像這樣 欸 還有嗎 好 OK 這樣了 來 我又成這個 這個超棒 這個也是厲害 這個也是高標的 高標 高標 來 這一張 這一張很完整 你看小米 欸 只有一個局部而已喔 他就畫得很完整齁 欸 第一張應該是這一張吧 你看 對 這一張是第一張 齁 藥晨畫得很細 而且他顏色做得很棒 對啊 然後 這一張 欸 是這張先還是這張先 這張先 這張先 喔 這個 那個 那個 這個 龍具這張很細緻喔 對啊 好 龍具這張很細 然後旁邊喔 各位同學看一下那個 藥塵這邊虛掉的感覺 嗯 虛掉的感覺 所以你旁邊不要畫到完整 旁邊虛掉就好 因為這樣的話 我們的focus會集中在中間 那他中間這個地帶畫得很細 旁邊畫得很虛 這東西稍微慢慢越來越少 物件越來越少 對 這張最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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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很像那個 卡通 四個 連環 連環 而且排版滿不錯 而且還有設計感 對 重點是畫得好細緻 對對對 然後他顏色 只用一個顏色而已 就是灰色 對不對 所以證明齁 不需要太多顏色也可以畫 所以大家不要想 就是不要一直想要做很多的色彩 但今天這裡可以畫得很有趣喔 所以大家可以盡量去畫畫看 好不好 好 很沾喔 就看一下 就我看一下 好厲害喔 那你的灰色是 顏色是什麼 他那個有點像是麥克 然後那個 這個人家的灰色 這個可以擦 然後那個 來 空間的 十連洞 這裡 對不對 聽說 你看他走過來的時候 不是 不是 還是這樣走 小心 後面有人 後面有人 過來一點 過來一點 然後我們這樣過來一點 就是這個的 欸 你看喔 施鳳俊畫得很好喔 他上面嘛 然後他下面這邊 他又再接另外一個 聖龍航的腳踏車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兩個謹慎接一下一起 也沒關係 這樣感覺 來接下來再過來 喔 這張畫得很完整喔 而且很有感覺 這張畫得非常好 漂亮喔 好 再來 另外一 另外一 對 上彈 看來今天大家都 都是打雕了 都三張不少 你看這個也好棒 他這個畫得好細膩喔 整個的感覺 包含他上面的雕花 整個的感覺 他其實都有去很細緻的描繪 這樣就是非常非常好的狀況喔 好 讚 好 那字也都寫得非常好 喔 他比較 要求的啊 他這個 你看那個戴褲子筆 其實戴褲子筆很麻煩 因為墨字什麼都要戴 那就會比較麻煩 那相對我們用鋼筆就簡單多了一支筆 就是要求很認真 你看喔 他就是剛才那個 他就只有 他都用墨色 然後加一點點顏色在主題的部分 建築物有顏色的地方 他其實也都減少很多顏色 因為這樣子的話 你的focus就會 除了這個之外 他會有一些小小的亮點的產生 好 這樣的反側的效果 其實手法很簡單 但是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類似像這樣 所以有時候我會告訴大家說 不要把它想得太困難 簡單的去換 簡單的去換算 這樣子的話 你的效果又超好的 那第二個當然是說 因為褲子筆有他的特色 就是說他的一些乾筆化 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其他筆是比較難以去到達 那除非你用毛筆 可是我們在外面不可用毛筆化 因為那個你又帶一大堆的東西 怎麼可能 所以褲子筆是最好做 褲子筆當然是需要一點直接練習 但是我覺得 要求褲子筆已經用得非常非常好 對 你就是一個學期全部都用褲子筆化就對了 因為你只畫一堂課 可能還沒有辦法體會那個效果 但是你就一個學期都這樣畫 就是花一段時間啦 就是說 我覺得你對一個媒材熟悉 起碼要兩三個月以上 所以你可能要畫個緊張到熟悉的感覺 那像我覺得 要求這學期啊 因為這學期他就全部用褲子筆化 那上一次他還有膠雜化 到最後才用褲子筆 可是他這次全部都用褲子筆化 所以他這學期又更上一層樓 不管在線條的細膩度 還有一個是構圖的部分 我覺得進步很多 這個倒是真的 就是說 構圖的部分永遠都是最重要 想法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那個筆化的技巧性一定會上升 但是 構圖的那個想法 你每一張都要去想這些問題 因為這個不是 不是說你照著畫就會 就會很好 而且必須要去有一些組織想法 像剛才耀誠的那張的構圖 那大家構圖 你一定要記得 你就去想構圖就對了 你不一定要全部畫完 就是我們最重要的就是在這一點 因為這一點是沒辦法去複製的 因為每個人的想法是不一樣的 好不好 讚喔 這個 這個 這個是 導明大哥的 這個 也是科班出身的 哇 哇 那這樣有啦 哈哈 對啊 這是速寫畫這個樣子 而且 那個設計的 而且 那個 導明大哥 他不是全部畫 他還有一些是空調的 這個造型也是很漂亮 這個就是說 我才會說你要不斷的去想 你是寫實都沒有問題 但是一樣有構圖上面的感覺 像這個 已經不是純寫實了 他有一些設計的一些空的東西出來 非常好 非常好 再來喔 然後每一張都這樣 哇 很強很強 我覺得他有一個工具啊 小板凳 我也沒有小板凳啊 怎麼做也做不好啊 他這個小板凳我覺得蠻高 好 哈哈 他這個比較高啦 就高於膝蓋 我家還有那種高於膝蓋 還泡背的 都沒拿來 還可以再這樣倒下去 就當啊 哇這個很棒 這個很棒 來這一張 哇你看 就是 主角壞話後面不棒也沒有 沒問題 就像這樣 輕鬆話就好 再來再來 最後一張 喔 喔 這個商圈 這個很棒 這個都很棒 好 來來來 來冠軍出現了 被超車被超車 光一下光一下 超級多 欸還很多耶 哈哈哈哈 冠軍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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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是從這一頁開始 對對對從這開始 那個十連洞 這邊 然後 哇 你連這個都有畫耶 就是正面 就是十連洞正門 正門 正門 那個大樓那邊 然後 再來喔 你看好多喔 這個 這個我建議再畫集中一點 讓它集中在這個地方 這個椅子再往這邊 集中多一點點 這個也很好 這樣就夠了 對 就是這樣就好了 然後顏色可以再上少一點 沒關係 好 再來喔 欸 八丁喔 八丁 第一名 還是牛啦 對啊 你看這樣有沒有 喔 這恐怖啊 哈哈 你一定住在三重對不對 哈哈哈哈哈哈 那個小房車 發車子就好 這棟浮花也沒關係 嗯 就是說 你有一個 你的主角性的東西 盡量讓它明確啦 這樣子是很棒的 好 再來喔 這張黑白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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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不一定要畫彩色的啦 我覺得黑白好看 我有滴一些咖啡渣 喔 那你這樣就露餡啊 我故意滴的 不是你這樣就露餡 故意露餡 哈哈哈哈 那個 我跟你講喔 那個咖咖啡杯 下面那個印要印在這裡 圓圓的 對啊 你要喝一個圓圓的 你要印一個圓圓的印 才好看 要記得喔 下次 下次去喝咖啡的時候 要記得那個咖啡的 背底的那個印要印在這裡 可是他喝的咖啡沒有背底 因為是玻璃的 真的嗎 玻璃的 沒有他喝熱的 他也有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抓到了 抓到了 被抓包 被抓包 抓到了 哈哈哈哈 就說不能繼續喝咖啡 我們先抓著咖啡 我們先抓著咖啡 然後他被你抓到了 你先抓到一個 難怪 有一陣子人都不見 對 因為都跑去喝咖啡 跑去咖啡 沒有 因為我們發現我們已經拿標了 因為 不是因為我每次都去便利商店找他 後來我們就趕去靠那邊 哈哈哈哈 因為通常他們都在這個那裡 我們都會在萊爾夫 我們家正講過 我們家正講過 對啊 我們兩個還在那邊帶帶話 沒有啦 有啦 還是人家在裡面 那個豐娟樂他們都還在畫 都還在畫 對都還在裡面畫 只是更分散而已 因為有點路太長 路太長 很路太長 很好笑 他要消失就很好消失 讚喔 冠軍冠軍 謝謝 謝謝